紐約州長前幕僚長長島豪宅 租FBI特集搜查 中國公布保密法實施細節 嚇壞投資者 孟格拉抗議公職倍額 拘捕2580人 174人已死 包括警察 甲尾升級為超強颱風 中國10省將受影響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芷山 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四 下面是詳細內容 前紐約州長Kathy Hoko幕僚長 前州勞動廳副廳長孫文Lindersen 在長島曼哈瑟的住所 星期二凌晨遭聯邦調查局FBI特集搜查 但搜查原因目前尚未明確 聯邦調查局特集的這座豪宅價值350萬 這間有五間睡房的屋子 是孫文和她的丈夫Chris Hu的居所 據知這間屋的擁有權是孫文和她的丈夫 聯名擁有 用一次過的付款方式賣入的 但這間屋在今年年初轉移到一個信託基金 據房地產交易網站信息 這間屋是在2000年興建 最後一次交易是2021年2月19日 以355萬的價格成交 聯邦調查局的發言人證實 他們紐約辦事處的特工和該地區一棟紅磚房屋 進行了法院授權的執法行動 知情人士透露整個搜查行動中沒有人被捕 40歲的孫文和她41歲的丈夫也尚未被指控任何不當行為 兩人目前沒有對傳媒做出任何回應 孫文此前有14年的紐約州政府工作經驗 2022年11月起任紐約州勞動廳副廳長 是她就任的最高職位 孫文2009年起擔任是任紐約州眾議員孟超文的幕僚長 2012年起進入州府工作 在州長赴麥茨奇 她曾任皇后區亞裔代表 亞洲經濟發展外部事務主任 州多元化辦公室副主任等 2021年 Kathy Houkel任州長後 孫文並任命為副幕僚長 孫文的丈夫Chris Hu 經營位於法拉城四季酒店樓下的來文酒莊 過去十年間註冊成立多家公司 她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 曾註冊過美國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據消息人士透露 該公司曾做呼吸機進口等相關生意 她還在2016年創建了 金色資本集團 以及在去年成立了的 以及在去年成立了 LCA控股有限公司 這些公司具體性質和經營方向尚未明確 中共日前公布了修訂後的國家保密法實施细則 該法改變了對政府官員 處理機密信息的限制 禁止涉物人員未經批准出境 中國國務院7月22日發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 路透寫稱負責制定這一條例的中共官員 將其視為北京在科技領域和西方競爭日益激烈之際 捍衛國家利益的努力的一部分 條例重點關注數據安全和保密 目前 中國經濟正處於幾十年來罕見的全面疲軟的狀態 民營企業遭到全面壓制 消費持續疲軟 大批工廠倒閉 失業人數高達幾千萬 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台高速 遲遲未能推出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 觀察人士指出 中共當局的這個時候 堅持加強國家安全 擴大保密範圍 勢必增加外國投資者 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擔憂 從而對他們投資中國的熱情 帶來新的負面影響 中共官媒新華社引述 中共司法部和國家保密局官員的話 隨著信息科技普及應用 國家秘密形態日益數字化、網絡化 面臨的竊物、竊物風險也更多樣化、隱蔽化 這些未據名的官員表示 竊物和反竊物鬥爭 逐步體現為科學技術能力的競爭與對抗 路透寫說 條例是今年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 簡稱保密法改革的一部分 保密法引發了在中國經商的外國企業擔憂 他們擔心隨著敏感信息範圍的擴大 這項法律可能會影響他們獲取數字信息的能力 因為中共黨魁習近平加大了對打擊外國的滲透 修訂後的保密法賦予警方更廣泛的權力來調查違規行為 並要求私營公司採取措施 保護國家機密 並威脅對洩露國家機密的人 進行法律懲罰 該條例修訂增加了中共黨管保密專門條款 進一步強調堅持強加強中共對保密工作的領導 建全黨管保密體制機制 要求每個中共黨和政府部門都要設立自己的保密辦公室 並配備專職工作人員制定自己的國家秘密事項一覽表 條例還特別對事物人員的出境、離職等事項作出規定 稱事物人員出境由機關、單位組織人士部門 和保密工作機構提出意見 按照人事、外事審批權限審批 涉密人員出境應當經過保密教育培訓 涉密人員離綱離職前應當接受保密提醒談話 簽訂離綱離職保密承諾書 清退國家秘密載體、涉密設備、取消涉密信息系統訪問權限 確定脫離涉密期限 條例還要求受聘擔任處理國家機密職位的政府官員 在走職前必須接受背景調查和定期保密培訓 傳遞攜帶絕密級國家秘密載體 應當兩人以上同行 禁止將絕密級國家秘密載體攜帶出境 而絕密文件訊息資料不得下載、複製、摘抄、匯編 條例稱 涉密人員擅自離職或脫離涉密期內 嚴重違反國家保密規定的 機關、單位必須 在24小時內向上級部門報告 而處理國家機密的公司和機構中的個人 必須是中國公民 除非國家有例外 條例還對違反保密法律法規發生涉密案件作出規定 除了要對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法給予處分外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條例第69條還對網絡營運者違反保密法律法規的 除責令限期整改外 稱之嚴重的 儲最高50萬元的罰款 路透寫稱 在中國當局公布保密法例之前 修訂的反間諜法 以及限制瓜警數據傳輸的法律 被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帶來了挑戰 特別是在進職調查領域 去年中國警方突擊搜查了幾家外國管理諮詢公司 並以間諜罪拘捕了一名 日本制約高層 條例共74條 將於今年9月1日開始實施 在孟格拉連日暴力示威截至23日為止 被逮捕的人數已超過2,500人 當地民眾近日因公務員職位缺配額問題而掀起大規模抗議 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道 根據孟格拉首都達卡吉大港等地警方資訊 估計被捕人數達2,580人 根據《法新社》取得警方和醫院數據所做的另一項統計 至少已經有174人喪生 包括多名警察 這次動盪始於民眾抗議搶手公職的陸用配額政治化 上週擴大維總理哈西拿任內最嚴重的暴動 孟格拉當局實施宵禁 並在各地部署軍人同時封鎖全國網絡 大幅限制資訊流通 影響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在全國示威壓力下 最高法院本月21日 削減了保留給特定群體的政府職位 從總數的56%降至7% 這些特定群體多數是1971年 在對抗巴基斯坦的解放戰爭中 效力的自由戰士後裔 雖然有93%的職位空缺 將依據能力離分配 但這項決定未能滿足示威群眾 希望徹底廢除自由戰士類別的要求 主導示威的學生團體昨天暫停抗議48小時 學生團體領袖說 他們不想要以這麼多鮮血為代價換來的改革 軍方首長較早的時候說 情況以獲控制 但當局今天繼續實施限制措施 發起抗議的主要團體 學生反歧視運動領袖 昨天在病房中告訴發生社 他遭人綁架毆打 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 學生反歧視運動今天表示 至少4名領袖下落不明 要求當局在今晚之前將人釋放 在24日上午8時 鴿尾強颱風級加強為超強颱風級 25日以颱風級或強颱風級 在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陸 大範圍暴雨將影響超過10省 颱風鴿尾即將登陸中國 7月24日上午10時 大陸中央氣象台 升級發布颱風紅色預警 今年第三日颱風鴿尾上午8時 由強颱風級加強為超強颱風級 據中國天氣網消息 鴿尾預計以每小時 10至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動 24日半夜 在台灣花蓮到基隆一帶沿海登陸 25日下午到半夜 在福建省連江到 受聚一帶沿海登陸 登陸後繼續深入內陸北上 直至24日下午3時 颱風鴿尾中心附近最大風力可達17級 繼續逼近福建 中國天氣網氣象分析師表示 鴿尾是今年來首個超強颱風 它的潛在影響的省可能會超過10個 25日起 鴿尾不僅將東南沿海帶來狂風暴雨 後續也將深入內地 可能會導致華北東北部分野區出現極端降雨 鴿尾登陸後路徑跟杜蘇裔非常相似 2023年第5號颱風杜蘇裔登陸後 殘遇環流深入北方 導致京津液出現極端暴雨 主要影響時段為福建、浙江25至26號 江西安徽26號至27號 河南山東27號、河北北京天津27至28號 遼寧吉林28至29號 據中國水利微信公眾號消息 受颱風格尾影響 7月24至26號 福建浙江中部南部將有暴雨到大暴雨 部分地區特大暴雨 福建敏江及沿海珠海、浙江前塘江上游 及浙江沿海珠海等將出現明顯水漲 其中福建敏江、上游建溪、富屯溪、浙江前塘江、 歐江等河流可能發生超景洪水 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較大洪水 沿海部分潮立站可能超景界潮位 山幼區山洪災害風險較大 目前浙江福建省水利廳已分別啟動洪水防禦三級 二級應急響應 水利部泰湖流域管理局已啟動洪水防禦三級 應急響應 此外福建廣州等地採取停工、停產、停貨 優時的三停一優 警區關閉、列車停止運作等臨時措施 福建海事局在24日下午1點 啟動防颱風一級應急響應 直至23日下午3點 福建沿海67條客道運航線、186艘客道船停航 其中4條兩岸小三通客運航線全部停航 海上92個水工項目已全部停工 廣東東部地區的鐵路線路將受到影響 廣鐵集團將在7月25日逃經航深高鐵、梅傘高鐵以及張龍 魚龍鐵路的部分列車進行停運 並且是在1時間內並且在3時間中 需要檢視在3時間內 接近一時間到30秒